汤玛斯说离开波士顿这让人难过,但我不是到克里夫兰书球的欧星社分享。 从赛尔蒂克队被交易到骑士队明星后卫汤玛斯,Isera Thomas将心情转化成一篇超过3000字的文章,他感性告白深爱波士顿,但也对情侣曾透露出期待。 这篇汤玛斯发表在球员论坛The Players Tribune的文章提到,绿山军是第一个球团,不论身高而看重自己,球迷也始终不离不弃,塞尔蒂克让我有机会成长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 汤玛斯也透露自己曾想象NFL四分位球星布雷迪、Tom Brady或是MLB红袜队指标老爹OTZDavid Otis在通知球队效率超过10年,所以当得知交易消息,心情十分沉重,但布雷迪传给他的祝福简讯让他有不同想法。 布雷迪没有传讯息给别人,就算他们有特殊作为,所以或许我有值得引以为傲之处,尽管我在这个时间已到尽头,或许对有些人来说人些异议。 挥别深爱的城市,汤玛斯也遇到很期待和詹姆斯、Liburn James、勒夫、Kevin Love等顶级球星合作。 他和勒夫过去已在AAU联赛当过队友,再次聚首,他的新工作就是摧毁过去在塞尔蒂克建立的夹击。 他写道,这让人难过,但我不是到克里夫兰书球的。 塞尔蒂克教头史蒂文斯,Brad Stevens,已拜读这篇大作。 他也祝福喜日爱想,情绪很复杂,我才刚在电视访问提到,我看这篇文章的感觉就像是个11岁的孩子,而非是教练。 我祝福他,献上最深的敬意。